大家好,我是英大证券李大肖 市场不涨不跌,载幅盘整 高开冲上3100点,之后回落 那么整个的市场处于一个极为载幅的震荡整理的过程里面 收出了一条长下影的,没有长吧,短下影的K线 成交量有所萎缩 6392亿,整个成交的萎缩的也不是非常严重 上涨1200,下行2300,跌多涨少,涨停4700,跌停1300 整个的市场处于一个调整的状态 整个市场呢,还是表现出一个强势的特征 表现在以下几点,比如说前一段时间还在讨论3000点这个位置 现在其实把焦点已经集中在3100点这个位置 那显然一键重心是上行了 那么整个的融资的这个余额也突破万亿 这个也是投资人信心这个转强的表现 虽然我还是对融资这个东西还非常的谨慎 但是从这个风向标上来看 这个起码是反映出了一定的这个市场的特质 还有可转债呢,火爆 这个也是市场心态好转的这么一个迹象 还有一点呢,就是散户在大量出逃 外资在大量进场 今天的情况来看 整个的北上的钱呢,仍然是流入49亿 今天的整个的上涨跟下跌的板块里面呢 是上振50还是翻红的 其他的是中振1000是跌0.21 仍然还是一个小负的这个回落 而市场心态其实已经明显的好转了 虽然成交量有所萎缩 但市场的心态呢 是稍往下跌这个偏离3100呢 又马上又回归3100 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显而易见是一个强势的一个特征 另外呢,就是小股票呢 一马当先 这个也是一个市场强势的一个特征 从困扰的整个市场的外部因素来看 13号这个就赴美 15号签约 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呢 集中在下周 那么整个的市场困扰的市场 长达一到两年的这么一个事情呢 终于有一个第一阶段的协议 当然这个虽然还没有签 当然这个我觉得签的概率是颇高的 再有从这个冲突的情况来看 双方都好像是有不让事情扩大的这么一个迹象 我觉得这样对整个全球的这个紧张局局势来看 是有利的 对这个金融市场的这个冲击呢 也逐渐逐渐的这个高于段落 我们看到美股在这个创新高 也说明了这一点 这一次的牛市呢 我的预感要把所有的空头进行洗脑 只让它顽固的空头的思维 把它完全转化过来为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整个市场29年以来 空头的思维占的市场的主流 为什么会出现空头思维占主流呢 因为整个29年的这个市场里面 其实这个投机的这个心态 还是非常的明显的 那么整个市场并没有 总体上并没有给投资人带来更多的这个财富 这个是市场的这个一个非常值得改善的地方 我觉得未来整个市场要给投资人创造财富 整个市场才会得到更多的更大的发展 那么正因为这样 所以整个市场培养出更多的空头思维 因为很多的空头呢 被这个市场搞怕了 反而出现什么政策 它都是看空的 因为确实上很多的这个股票 这个市场到底有没有存在问题呢 肯定是存在很多问题的 但是市场有没有机会呢 肯定也很有机会的 所以整个空头的思维在这个29年以来 大部分时间是占据的市场 那么也在投资人的心里面呢 占据主导的地位 怎么样把这些空头狠狠的 把它这个脑袋洗过来 这个就是这一轮牛市的根本性的任务 总体来看 今天的市场还是强势 再见 再见